哈喽大家好 我是陆紫言 说实话我真的是想不到 国外的玩具设计师 他的脑洞到底有多大 就比如我们这款手里拿的玩具 它的名字叫X黄金宝藏 沉船海盗迷你猫盒 听这个名字好像就是一些海盗海怪之类的 好像也比较普通 但是它里面的东西 想想不到 一个啤酒瓶 这个造型果然符合海盗的风格 上面还有一些图案 啤酒瓶可以打开 里面好像有一些 章鱼 还有钱币 宝藏 海怪 还有一些石头之类的东西 就从这个外观窗户 我就给它打 十分 一点也不骄傲 把这个啤酒瓶我们先撬开 怎么回事 盖子没有打开 挂头已经掉了 完了这盖子打不开了 看一下是不是从底下打开 包装去掉之后就是这个 纯粹的一个玻璃瓶 下面打不开吗 下面感觉 瞧它最底下的这一层 好像是泥土一样的 你看 刚才还抠下去一截 真的有点像泥土 我去 应该不是从这个瓶口开的 它就是把最底下 你看 最底下的给撕开 这就出来了 费那么大劲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小宝藏盒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 哇哇 这个这个 这应该就是海怪了 哇 天哪 一个大钞鱼 和瓶子上面写的那个图案 看起来还有点像 没想到这么大个 这么肥 吃什么早大的呀 哎呦 就是这个触手有点短的 身体比较胖 白不完全 而且你这么捏着吧 感觉这里面还有东西 真的有东西 这边好像可以打开 有一个圆形的线 密封起来的 说明是可以打开的 要不然这个里面只是拆一个 还怪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创意 是不是很普通 而且价格很贵啊 你知道这一个小瓶子 100多块钱 哎 我们就先来拆这个 跑照箱 看里面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哎你还别说 这个小箱子还挺精致 虽然小 但是细节很多啊 上面还有一个标志 X 也就是说 可能是某个大海贼留下的宝藏 ONE PIECE 直接撕开 哦 里面有什么东西 小章鱼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的宝藏吗 一大一小 全事来着就 失望了让我 我还以为说有什么 钱币之类的东西 哎 五钱币都没有 只是一个空盒子 算了 那我们还是看看这个 章鱼肚子里面 有什么好玩的 哎呦 你现在里面好像不只有一个东西啊 四分五裂的 这个要怎么打开 直接挤吗 你看你看 看到没有 挤大了之后 里面果然有黑黑的东西啊 难道是我们的海盗 被它吃进肚子里面了 这可怎么解救呀 不会让我直接拿刀给它 解剖了吧 看一下说明 好像不是解剖的 就是直接挤 哎呀别吓我啊 挤挤 哇 哎 出来没有 还真给挤爆了 哎呀 哇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还有 里面还有东西啊 哇 哇 果然是得挤破啊 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你看 从章鱼的肚子里面就冲出来了 黑色的液体 这个应该是史莱姆 黑色的史莱姆 一个大锤子 金色的 哇 这应该是海盗的 直接被章鱼生吞了进去 还得靠我来营救 哎呀 哦呀 这是它的身体 头还有一层塑料 你别说 这Slime做成这个样子 这有点像鼻涕 哈哈哈哈 还有没有被恶心的 挖开挖开挖开 哦呦 这也不是一个海盗啊 我发现 它其实也是一个海怪 它的尾巴 也是鱼的这种尾巴 但是它这个眼睛部分 你看了吗 有一个海盗的标志 难道它们的海怪都是这种鱼吗 也不只是一个摆件 它的手还可以动 这样就好多了 拿起我们的大金锤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总算是把你给解救出来了 保障盒里面 是个小章鱼给偷了 然后旁边有个大章鱼 一个漂流瓶里面 放了这三个东西 漂流瓶真的有点可惜 就拆出来 毁了 把你套进去 就当做它的窝吧 这样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把这个黑色的Slime 再装进章鱼的肚子里面 章鱼不是喜欢喷黑色的液体吗 那你喷完一次 后面怎么办 给你塞进去 哎 进去了 表演一个章鱼大战海怪的情景剧 嘿 敢欺负我家的小章鱼 哼 看我怎么教训你啊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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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粉儿 皮肉剧告诉我